Go!捷運直達 現在就出發 大家好 我們是 Go!捷運直達 我是小琴 我是劉堅 我是伊燦 今天我們來到了 新北投戰 Let's battle 說到新北投戰 會想到溫泉 我們剛剛一出車站 就聞到很濃的一個 溫泉味 溫泉味 就是溫泉味 還有一股王毅家的香味 還好啦 我覺得還好啦 因為我聞到的是 溫泉味比較 然後 新北投他就會想到另外一個地方 叫北投 但北投欸 為什麼不去北投 因為其實新北投離北投 有1.2公里的距離 有一點微妙的距離 就是大家還是想要泡湯 更方便一點 所以就見了這個支線 新北投球站 大家有發現 我們剛剛做捷運的感覺 我們的捷運車牆很酷欸 對 它是咖啡色 棕色 很像日本的 日本的感覺 那種回到家的感覺 那種復活的感覺 還有三大桌 2.2.3 回到從前 泡湯與美食 我與地熱苦 喔 非常棒的主題啊 有種塑造了 就是那個溫泉的風情 沒錯 欸我發現 隔壁有小小的 新北投車站 對 那個博物館的感覺 好近喔 超近 超近就在旁邊 那我們趕快過去 接下來內容也 請留意 Let's start out 再跑 我們來到新北投車站了 耶 大家有看到這個叫老虎床 你們知道為什麼這個床跟其他三個的間隔特別不一樣嗎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三分之一就是擴建的地方 就是當初的遊客太多了 所以它就擴建了這個部分 對 然後它走到這一點 對 沒錯 你看這個新 就是這個字 新北投車站 哇 所以這個老虎床這邊就是擴建的部分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逛逛吧 GO 北投站的 歷史 這裡離間像超級近 大家如果來這裡 五分鐘也不用吧 對啊 大概一分鐘就到了 超級近一下車就看到 大家有空來我玩 我們來到了手湯 現在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自行閱讀 很酸耶 PH1 你看它說只有全亞洲 唯有 台北、四北、投溫泉 以及 日本 秋田、獻 玉川 Tamakawa Onse Tamakawa Onse 好 清環泉 酷 酷 所以其實是很稀有的喔 對 趕快去 趕快去 看看 有要試試看嗎 你先吧 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是不是看到我已經準備好了 對 好棒喔 哇 看我看我看我看 看我看 看我看 欸 現在不是還冷的嗎 貼心喔 我們今天 還下著 喔 好舒服喔 我覺得 多開笑 泡了這個就不想走了 偏堂 偏堂 真的好舒服喔 真的 真的 不想走了啦 這溫度是很剛好的那種感覺 對啊 剛開始進去有點小燙 但是其實就是很舒服的溫度 喜歡你的溫度 剛才就是每個溫度都有一個笑容 對 我好想知道這個就是喜歡你的溫度 你本來是變白嗎 我不是來 你確定你有變白嗎 你不是變白的話 那你臉給下去 哈哈哈 臉給 我一起下去 我一起下去 現在我們來到了 北投溫泉博物館 哇 剛進來的時候就脫了形狀 對 欸 這是M size 大家可以來參M size 我們來挑M size挑戰 對沒錯 那我趕快來參觀這個博物館 嗯嗯 各個北投溫泉博物館小故事 時間 這北投國小的教師他們就是 進行一個鄉主 的戶外教學 然後就發現這個廢墟 但是他們就覺得應該要重建 要把這個文化建立起來 他們就是跟政府去對決定 最後呢 政府就把那個時候是已經變廢墟的 變成改建設一個國務館 然後就把這些褲子 都留下來了 欸 這是美肌 美肌弄湯 我要去女湯 有人要去男湯 掰掰 路卡掰掰 掰掰 我們現在進入了地熱谷 我們現在進入了地熱谷 我們來就是看一下 神秘的地熱谷 想怎麼樣 好的 你這個地熱谷又叫做地獄谷 地獄谷 為什麼呢 因為它太長 它90度欸 超大 對 這裡也被學為8級12勝 喔 之前我們也去過一個8級12勝 是哪裡呢 是哪裡呢 請看第三集 請留言 好猖狂的耶 好誇張吧 好 如果應該說的話 說不定是我的仙器 阿你確定是你的嗎 不是我的仙器嗎 我覺得是地熱谷 地熱谷仙器 感覺好像會有什麼 就從我皮下冒出來 真的 應該是熱吧 這邊也有 這有熱氣是不是 天啊 是熱的耶 好漂亮喔 哇 大家看一下 一五六六 哎呀沒有了 先不要 好開玩笑 先不要 感覺王一家就會從裡面 帶著一股仙器 然後分出來 然後說 請問你調的是金湯匙 還是銀湯匙呢 兩個都不是 很誠實 我要把我送給你 我決定把我自己送給你 現在我們要來煮 完全蛋 好期待 自己煮耶 好累喔 現在我們拿到的是生的雞蛋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它放進 豬肉這裡 把雞蛋放進去 好然後我們再輕輕放進去 輕輕的放 OK 好 五分鐘的話呢 就是蛋白軟嫩 但是蛋黃是不熟的 有硫磺 然後六分鐘呢 就是凝結 但是是軟軟的 半熟 然後八分鐘的話 就是都是熟的 全熟的蛋 沒錯 那你也可以選擇 要不要蓋木蓋 對 這邊 那如果蓋的話呢 就是這個時間 但如果你不蓋的話呢 你就再加一個飯 對 那你就可以 各自的選一下 你自己喜歡的喜好 你想要吃飯的時候 那全熟還是不熟的蛋 那我們來 剝雞蛋 剝雞蛋 勾勾勾 有點難剝 有蛋 你看 蛋 我覺得我這個蠻爽的 蠻好的 我覺得是好吃 有自然的味道 對 而且看起來超級精靈 對 很水嫩的感覺 對 吃了感覺會沒眼 耶 耶 我們煮完溫泉蛋 怎麼樣 第一次吃到自己 對自己煮的 對 溫泉蛋 溫泉本人 溫泉本人就在這裡 對 沒錯 我覺得是一個很 新鮮的體驗 大家也可以挑戰看看 自己煮溫泉蛋 合勝 明天本內容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們這一集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還有可以留言給我們的 沒錯 沒錯 那麼希望大家下一集也要 請留言 歡迎 泡溫泉的畫面在後面 請看 請看 欸好酷喔 好酷 還有那個 假象 對 還有這個霧欸 快點 這是 然後你們要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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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